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 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 STM32 FE的Fresh变成原理与步骤 那么在讲解之前首先我们来 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 参考资料 对于占件版和经营版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占件版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STM32 FE 开发指南扩暗数版本的第39章 那么对于经营版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配套的开发指南 扩暗数版本的第37章 那么对于这个Flash的编程 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那么这里我们的实验叫 Flash模拟一方弄的实验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实验代码 我们会放在下一讲来讲 实际上这个在讲解实验之前 我们都有讲解这个Flash 散存编程的原理与步骤 那么对于迷你版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不完全手册的 第31章 同样也有讲解相关的Flash 散存编程编程的知识 那么对ST官方的话 也有提供这个散存编程的参考手册 那么在我们光盘相应的目录下面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看 我们以战尽开发版的光盘为例 打开这个STM32参考资料 那么这里的话有第三个文件夹 下面就有这个STM32F10系列的散存编程参考步骤 参考手册 那么对于我们PVT里面很多 这个讲解这个步骤 编程的这些配置步骤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 都有详细的讲解 尤其是这些过程都有很详细的讲解 大家如果在看我们这个手册 看我们这个视频 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翻过 翻到这两个手册来看一看 尤其是我们开发指南的话 对这个讲解 对这方面的讲解都比较 比讲解都非常详细 大家可以看第39章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包含哪些部分 首先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 STM32F1的Flash的操作介绍 就是包括它的一些Flash的常见的操作 然后我们会讲解一下 基纯气和库含数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最后我们会讲解这个实验程序 那么由于说这个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内容 主要是讲解前面两个部分 那么对这个实验程序的讲解 我们会放在下一讲视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PPT 那么首先我们要讲的是STM32的编程方式 那么对于这个编程方式的话 有一般有两种 一种我们叫在线编程 一种我们叫在程序中编程 那么这个在线编程的话 一般情况是什么呢 是我们通过JTAG或者说SWD协议 或者系统加载程序下载用户应用程序的 为控制器 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第一种方法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用JLINK或者说是用ULINK STLINK 下载程序到芯片 那么第二种就是或者系统加载程序 我们这里叫Bootload 那么第二种的话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窜口 下载程序到微控制器 这是第一种 在线编程有两种方式 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在线编程 那么第二种的话就在在程序中编程 我们简称叫IAP 那么什么叫在程序中编程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任何一个通信接口 任何一个通信接口 下载程序或者应用数据到存储器中 也就是说STM32允许用户在应用程序中 重新缩写存存储器中的内容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个Bootload 这个Bootload跟我们这里的系统的Bootload不一样 就是我们写的这个应用程序 首先我们写的一个Bootload程序 那么它从某种通信方式举个例子 从窜口或者说 它是通过一种方式 在线编程的方式写到芯片 然后这个Bootload呢 它会做什么呢 它会可以去通过任何一种通信接口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串口 那么我们接收一个数据包 那么Bootload的话 它接收到数据包之后 它就把这个数据内容写到Flash的某一个区域 比如说Flash的这个区域 然后程序再跳转到这个区域去执行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IAP 所以IAP的话 至少有一部分程序已经使用ICP 就是我们前面的方式 烧到了散存存储器中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一般叫Bootload 那么跟这里的Bootload是不一样的概念 前面的ICP变成的时候 它的Bootload是在系统存储区 已经固化好了一个Bootload 那么我们这里说的Bootload是 是通过这个ICP方式烧到散存存储器中的一段代码 那么后面我们会讲解这个IAP实验 穿口IAP实验 我们会详细讲解这个知识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这个STM32 Flash操作 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后面讲解这个IAP做一个准备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TM32 FE的散存模块存储器组织 那么也就是说 STM32 FE的芯片有一段存储器 那么这个里面它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 那么按照容量的不同 不同的容量存储器组织成32个EK之节每页 就是说小容量的32K 那么它是32个EK之节 那么中等容量的就是128个EK之节 那么大容量的话就最多是256个2K之节 比如说我们的战舰和金银版 我们是512K的Flash 所以它有256页2K的 那么迷你版的话 是用的RCT6 它是256K的Flash 所以它是128页2K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常说到这个Flash容量有多大 这里实际上就是指着我们这个组存储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散存模块组织 我们这里是以大容量的产品为例 那么它可以分为 它分为几块呢 分为组存储器 信息块 还有散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 分为这三块 一二三三块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常说的一个芯片 它的Flash有多大 那么我们指的是这个组存储器 包括我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存储器组织 主要是讲的这个组存储器 那么对于我们这里 比如说512K的Flash 那么它是分成了256页 那么每一页的话 它的这个长度是2K个字节 那么我们迷你版我刚才讲了 是最多是128页 也就是页 一直从0到127 那么这是组存储器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信息块 信息块又分为启动程序代码 和用户选择字节 那么这个启动程序代码的话 实际上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芯片固化好了的 Bootload 那么这里实际上我们已经讲的很清晰 那么信息块的话 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其中的启动程序代码 这是我们常说的系统存储器 它是用来存储什么呢 是用来存储ST自带的启动程序 用于串口下载 也就是说你这个芯片 你要通过串口去下载程序 到Flash的某个区域 实际上你这个内部 必须有一个启动程序 那么当B0接V3.3 B1接D的时候 运行的就是这一段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前面讲解下载的时候 我们讲解过这个下载 讲过相关的知识就是B0和B1 设置这个启动模式 那么B0接高 B1接低的时候 运行的就是这一段代码 这一段Bootload 那么用户选择字节的话 一般用于配置写保护读保护相关的功能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就已经讲了什么呢 储存储器 储存储器的话 它是被分为了 每页两个字节被分为了256页或者128页 然后B0B1接低的时候 那么是运行的组存储器的代码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信息块里面的启动程序代码 它是B0接3.3 B1接低的时候运行的这个启动程序代码 然后还有散存存储器 接口寄存器 就是我们这里的最后一个块 那么这一块的话大家也可以看 它是一些寄存器 一些寄存器 那么这些寄存器的话 它主要是用来控制散存读写 是整个散存模块的控制机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lash的操作 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解内容的重点 那么Flash操作就有读有写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读 这是我们STM3散存的读取 那么散存的话 那次散存模块可以在通用地址空间直接选址 直接选址 那么我们要我们一般怎么在程序里面来实现呢 我们要从个地址 我们散存有一个区域 地址区域 它的资料是从0x8 0x8后面6个0开始的 一直到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地址范围的话 实际上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这里是512K的Flash 512K 那么它的地址最大就是这里 那么它在这个区域 它的开始地址是0x08 后面6个0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要读取这个地址中间的 某一个值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读取一个半字 半字的话是一个16位的 字的话在我们这里叫32位 那么我们都通过读这样的语句 读取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要读一个字节 我们就把这个VU16改成VU8 那么这个读取的方法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读取Flash的某个存储区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要编程 要写或者要擦除 我们写到某一个指定的区域 那么STM32的散存编程 是有这个叫FPEC 我们叫散存编程和擦除控制器 那么它有两种 一种是编程 一种是擦除的控制器模块来处理的 那么它包含呢 这个下面有七个寄存器 一个是FPEC键寄存器 选择字节键寄存器 反存控制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 地质寄存器 选择字节寄存器 和写保护寄存器 这里一共有七个寄存器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的写和擦除操作 我们一次来讲解一下这些步骤 要怎么来操作这些寄存器 那么首先的话 就是STM32Flash的编程 我们来讲的编程 也就是我们的写 那么我们这里在讲解之前 就有几个常识 基本上是STM32Flash编程的一些常识 和一些注意的事项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的话 STM32复位之后 FPEC模块是被保护的 那么FPEC模块 我们刚才说过 是整个散存的 编程和擦除的控制器 那么我们不能写入 FlashCR编存器 也就是我们这里讲解到 这个散存的控制编存器 那么这个的话 Flash的控制编存器的话 是对我们Flash 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编存器 那么这个编存器的话 是整个散 在整个散存的编程过程中间 都有需要配置 所以我们STM32Flash复位之后 因为FPEC模块是被保护的 所以我们不能写入到 这个CR编存器 那么我们要怎么才能写它呢 我们必须通过写入 特定的序列 到Flash的KR编存器 打开这个FPEC模块 也就是说 一开始复位 那么你什么是被保护的 但是如果说我要写 那么我们必须去打开这个保护 所以我们要往这个Flash的 KR编存器写入 两个键子 K1和K2 那么是两个常数 那么只有在写保护被解除之后 我们才能操作相关的编存器 那么这个操作我们叫Unlock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编程之前 去写Flash之前 我们先要取消这个保护 也就是说我们要Unlock Unlock的步骤就是写入特定的序列 到这个Flash的CR编存器 那怎么来写 写什么值 等一下我们会讲 然后STM 第二个的是STM32散存的编程 每次必须写入16位 每次必须写入16位 当Flash的CR的 寄存器的PG位为1的时候 在一个散存地址写入一个半次 将启动一次编程 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写的时候 是必须去操作 这个CR编存器 那么第三个 在编程的过程中 任何读写散存的操作 都会被CPU暂停 直到此次散存编程结束 也就是说 我们在写这个Flash的时候 我们要去读的话 都是不行的 我们要去读 所以我们在读之前 所以我们在写之前 必须要保证 没有其他的操作正在进行 那么第四个 STM32的Flash在编程的时候 必须要求其写入的地址 是被插出来的 插出之后 它的值是0x 后面实际上这里是多个F 否则无法写入 怎么来说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写这个Flash的 某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必须保证 它已经插出了 我们才能写 这一点后面会 我们会讲解到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TM32的Flash编程的过程 我们刚才讲了 Flash编程 要注意这些事项 要写保护 取消写保护 要取消保护 要这里要等待 编程过程中间 读操作不能进行 然后必须插出 那么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Flash编程的过程 加深理解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要检查Flash CR的Lock 是否解锁 如果没有 就要先解锁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解的 我们要写入特定的序列 KKR到这个键子寄存器 我们把它解锁 我们才能进行后面的操作 所以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检查Flash的SR 就是状态寄存器的BV位 确定没有其他正在进行的编程操作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去检查 在操作之前 必须去检查这个状态位 比垂位 如果确定没有其他操作在进行 否则有其他操作在进行 我们去写 那么是会出现错误的 第三个 当前面两个步骤都已经进行了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编程了 那么到了我们的第三步 那么我们要设置CR寄存器的PG位为1 在指定地址写入编程的半次 也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CR寄存器的PG位来启动编程 然后在编程的过程中 编程之后 我们就要等待BV位变为0 也就是说 我们在编程过程中 我们要等待 我们编程完了之后 那么BV位就会变为0 然后我们就读出写入的地址 那么我们可以验证我们的数据 那么这是STM32的 这个Flash编程的过程 那么对于这些步骤的话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个后面 我们讲解下一讲 讲解实验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流程图 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流程图 实际上跟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讲解的是STM32的Flash的擦除操作 我们这是32 那么擦除操作 有写 写进去我们就有擦除 那么根据我们在前面讲解 Flash写操作的时候 我们讲了我们在写之前 必须要求写入的地址是擦除了的 所以擦除操作对于我们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STM32的散存的擦除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页擦除 一种是整片擦除 那么什么叫页擦除 什么叫整片擦除呢 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组织结构 这里面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组存储器的话 它是按页来组织的 一页一页 那么对于我们大容量的话 每一页是两K字节 每一页是两K字节 所以它讲的页擦除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擦除某一个页 那么我们一次是擦除两K 对其他的容量可能是一K 然后整片擦除就是把我们整个区域都擦除 那么这个擦除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它分为页擦除和整片擦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擦除 页擦除的话 它是基于这个页 对于我们大容量的话 我前面讲了 它每次是擦除两K 那么擦除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同样我们要检查Flash的C R计存器里面的Lock 是否解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解锁 同样我们因为要进行擦除 所以我们也要去检测 检查SR计存器的BzV 确定没有其他进行的散存操作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要设置 CR计存器的PER位为1 那么这里设置为1的话 实际上就是确定我们是要进行什么 页擦除 那么PER 为什么叫PER这个位呢 实际上这个P的话 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页擦除 那么这里设置为1之后 确定我们是要进行擦除操作 那么接下来的话 毫无疑问 我们就肯定要告诉 要配置我们到底擦除哪一个页呢 那么我们是要在Flash的AR计存器 选择要擦除的页 那么我们选择告诉了 我们已经配置了 准备工作 然后确定了我们要页擦除 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要擦除哪个页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进行擦除 开启擦除操作 所以开启这个 我们是设置这个CR计存器的 STRTV为1 大家可以提解这个STRTV为叫START 就开启设置为1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启了页擦除 那么正在擦除操作 那么这个擦除操作 操作进行完成之后 那么这个BzV就会被设置为0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等待BzV为0 BzV为1的话 就说明它是正在擦除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擦除完了 BzV为0了 我们就读出被擦除的页 并且做个验证 那么经过这七个步骤的话 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擦除了我们这个AR计存器里面 设定的我们要擦除的页 那么这个擦除操作的步骤 还是很好理解的 并不复杂 主要是准备工作有两步 然后设置我们是要进行做什么 页擦除 然后设置我们要擦除的页 然后开启擦除 这是页擦除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全片擦除 那么全片擦除的话 实际上步骤也差不多 也还要 并且步骤还少一些 大家可以看 因为我们什么呢 我们是把所有的页都擦掉 所以我们不需要设置这个 我们擦哪一个页 那么这个步骤 大家可以看 首先我们检查这个SR计存器的BJ位 确定没有其他操作在进行 然后我们设置这个CR计存位的这个MER MER位 前面我们页擦除的时候 我们是PER 这里我们设置的是MER 确定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进行全片擦除 然后设置我们的Flash CR计存器的STRT位为一 也就是开始全片擦除 那么我们就开始之后 BJ位就为一 所以我们这里等待它为零 告诉我们确定我们这里已经擦除完了 最后我们读出所有页 进行一个验证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全片擦除 那么这个操作步骤也不复杂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一些都是一些寄存器 什么SRCR 还有我们这里的AR 这些相关的寄存器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里把这几个寄存器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的话 这里是一个键值寄存器 那么这个键值寄存器的话 是一个很重要的寄存器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这里 实际上FPEC键寄存器的话 它有三个键值 那么这里我们常用到的 有两个KE和KR 那么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解的 我们要把这个FPEC模块的取保护 给取消 给unlock 我们要写入这两个键值 所以我们要写入到哪里呢 写入到我们这个键寄存器 写入键值到这里 解锁 主要是用来输入解锁的键 这是键寄存器 就是一个用来给我们写键值的 用来解锁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散存控制寄存器 那么在讲解之前 我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下 这些寄存器的描述 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 散存编程手册 ST官方的这个手册 里面都有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键值寄存器 包括我们后面讲解的 这个控制寄存器 这里都有描述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是拿一些 与我们程序相关的 或者说我们讲解到的位 那么这个控制寄存器的话 这里大家可以看 位7的话就是lock位 也就是说 我们在写之前 我们先 我们在进行操作之前 我们先要先要去检查 这个位是不是已经解锁了 大家可以看我们前面讲的时候 都有这个lock位 是否解锁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里 这个lock位 然后我们的位6 START START 开始操作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有这个夜插图 还有这个整片插图 那么我们再设置为 我们的夜插图 比如说这里 之后 那么我们要开启的话 我们要设置这个位 然后后面的位2和位1的话 就是我们的全片插图和夜插图的这个选择 我们是进行什么操作 夜插图 我们就选把这个位设置为1 设置这个位 全面插图 就设置这个MER位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 然后位0的话是编程 编程位 PG 这个编程位的话 这个PG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我们编程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要设置这个 CR寄存器的PG位 确定我们是在编程 那么这三个位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在我们寄存器里面 它是放到一起的 最低的代表是变成 PER是代表夜插图 MER代表是整片插图 然后就是这个 Fresh SR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的话 主要是一些 我们用到的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Bz位 根据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在很多操作之前 我们要检查Bz位是否为1 确定 检查这个没有其他操作 的话都是检查Bz位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里夜插图 那么我们要检查这个Bz位 确定没有其他的进行 然后我们操作完 操作过程中间 我们要等待Bz位为0 那么都是我们这里的Bz位 然后就是这个AR寄存器 那么AR寄存器的话 就是散存的地址 那么这个AR寄存器的话 实际上 它主要是用了什么呢 当我们进行编程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编程的地址 当进行页插图的时候 要选择插图的页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我们有说过 我们可以进行编程 页插图 还有这个全片插图 那么对于编程和页插图 我们都要进行一些指定 比如说编程 编程地址是什么 那么页插图 插图的页是什么 那么我们都要设置 那么我们主要是在这个 散存地址 寄存器里面来设置 那么讲解了这些寄存器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这个库函数 那么这个库函数的话 讲解之前我们首先 我们以比如说我们以战键的实验 为例 程序研码 库函数历程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有flash模拟一方论的实验 那么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那么不管你用的是战键 当然战键和精英是一样的 如果你用的迷你 实际上这部分知识也是百分之百通用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 Favor Libre下面 有引入stm32f10xflash.c 那么这个下面的话 就有相关的flash操作的一些函数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 粗略的看一下这些函数 这个flash flash这个下面 这里有很多个函数 那么我们常用的函数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PPT里面看一下 那么常用的函数的话 就有什么flash的 lock unlock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在进行这个编程也好 插锁也好 我们要先看它是不是lock了 如果没有 我们要先进行这个unlock的操作 然后unlock之后 我们去进行操作之后 那么我们要把它lock掉 不让其他的 避免我们进行一些误操作 这是我们的lock和unlock 那么它实际上是写入相关的键词 到键词进行器 这个unlock操作 然后对于编程操作 我们这里提供了三个函数 第一个是写字 Program Word 写半次 那么这两个函数的话 主要是操作我们flash的编程 flash的这个存储器 存储器 就是我们这里讲解 我们前面讲解的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解的这个 主存储器区域的编程 我们回到我们PPT 那么编程半字和字的编程 主要是指的我们这个组存储器 那么这里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除了这个组存储器的编程之外 我们的PPT里面还讲了其他的两个 其他的两个的话 一个是这个 其他的一个 还有一个叫编程选项字节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选项字节区域 这是编程函数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擦除 大家可以看我们有页擦除 还有全片擦除 这里都有提供函数 页擦除的话就要提供地址 实际上是写入的AR寄存器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擦除选项字节 那么这是对选项字节的写和操作 也有函数 那么在我们这里 我们主要讲解的是 组存储器 然后对于我们这里 还有两个什么get status 就是编程的一些状态 那么最后一个叫 wait for last operation 那么是等待上一次操作 那么这个函数也是很重要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cr 等待这个sr寄存器的bz位 等待它为0 bz位为0 我们这里是sr寄存器的bz位 bz盲 你就是盲位 那么为0的话 也就是上次操作已经完成 那么对于这些空函数 那么我们这里实际上也有总结 锁定解锁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写操作有三个函数 然后擦除操作有三个 还有这个获取一些状态 包括这个等待擦除完成 那么最后一个的话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在PPT里面讲过 就是这个读操作 读一个半次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 我们写的这个函数就OK了 那么对于这个flash的这个 基本的知识 实际上我们前面就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下一讲的话 我们会讲解什么呢 我们会讲解我们这里的flash模拟 一方论的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的代码 看起来很简单 那么我们也会在代码里面 着重的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主要是讲解一些 这个flash操作的一些基础知识 和一些常识 一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知识 让大家对这个 STM32 flash STM32 FE的flash操作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理解 然后下一讲的话 我们会着重讲解 这个程序的编写 你有理论知识 但是你不会写程序 这个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下一讲 我们会讲解这个实验的程序 今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